喂老师好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晚上好 我叫王秀春 两年前我在巴萨波岛 我的右脚开刀 我就一直一年多来 我就一直一拐一拐地走 很庆幸我有一个弟弟 王剑芙 师兄他帮我调 他很担心每个礼拜都来一次帮我调 调到我觉得我的脚 刚才我出来是不是走的没有拐 就是这个是我的感应到长生学的好处 所以我要感谢我弟弟 我也要学长生学 来说帮忙别人 师姐刚才你说你的脚一拐一拐的嘛 对吗 因为你的脚造成一拐一拐 然后你调了多久呢 这个一拐一拐的现象就好了 呃七个月 差不多七个月 然后有耐心的帮我调 调了七个月 所以我今天来学长生学 所以同学们你们看 要调多久啊 七个月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有些小病痛的时候 有些病痛的时候 我们调了之后 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我们就开始有点失望 有点像放弃了 对吗 所以我们要坚持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 调整的时候 如果没有看到什么效果 继续的坚持 继续坚持调 那终于今天我们看到效果 会像这位师姐一样 把她的脚拐一拐的 都把现在都 调到现在 已经能够很顺利的走上台 是 所以我们要学长生学 真的对我们的很好 我们每天都要静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